樂會名為地球上最浪漫的演唱會 由吳宗憲KID來主持 而蕭敬騰 楊成林信唱 那麼為了這700張的號碼牌 有粉絲從昨天晚上開始排隊 那麼下午開始發放號碼牌的時候 還一度出現了口角衝突 讓現場秩序瞬間大亂 為了參加小鬼的追思會 不少粉絲請一天晚上就來排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就來了 那去哪裡啊 這邊 然後就想要早點進去 對 因為怕說如果到後面 然後進不去的話 就是會覺得很可惜這樣 原本排隊秩序良好 還有粉絲自製號碼牌 但工作人員在兩點半時現身表示 號碼牌必須以官方發放的為主 讓許多手握自製號碼牌的粉絲 當場不滿群起抗議 還有人趁機插隊 讓排隊秩序整個亂了 他們只發他們的號碼牌 全部人都往前衝了 我們在這邊我們就傻眼了 對啊 後面的那些會有公平嗎 我們只是覺得要一個公平而已 最後主辦單位從善如流改意 粉絲自製號碼牌為主 讓大家整對進場等待 才稍微平息怒火 而在追思會場外 架著有小鬼照片的裝置藝術 還有留言板讓粉絲留言 現場也有人難過的流下眼淚 帶著失望離開這個地方 眼前會不會出現 你抱緊我 這場追思會下午進行彩排 晚上由吳宗憲和KID共同主持 包括楊成林 徐瑋寧 蕭敬騰 都會到場演唱小鬼生前的歌曲 並致詞傳遞不捨與思念 記者許竹心台北綜合報導